男子脚底下为何有个钥匙口 而且谁打开那个锁 他居然就会立马爱上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帅和小美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每天都难舍难分的 这天小美目送着大帅出门了 让人依依不舍告别后 大帅就去上班了 但不知为何 大帅总感觉自己脚底下不舒服 似乎各得慌 所以他决定去看一下 此时他从一个老奶奶背后路过 为了方便自己 居然顺走了老奶奶的拐杖 真是臭不要脸 他蹬蹬蹬地煮着拐杖 来到了一家足疗店走了进去 按摩室大妞接待了他 并用尽吃奶的力气 把鞋子拔了下来 哎呀妈呀 可真紧 此时却看到鞋子里 居然掉出来了一把钥匙 鞋底藏把钥匙 他不搁脚谁搁脚啊 可是大妞仔细一看 发现大帅脚底 居然还有一个钥匙孔 女人的好奇心总是可怕的 所以大妞把钥匙插进去扭了一下 没想到大帅却好像中邪一样 突然就对他一见钟情 吵着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原来这个钥匙居然有这样的奇效 大妞乐了 送上门的帅哥不要白不要啊 所以俩人就这样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一起看电影 一起做美味的爱心早餐 一起约会 一起手牵手散步什么的 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后来大妞牵着大帅的手 大摇大摆的从小美家门前路过 还不忘对着一脸懵逼的小美 做一个挑衅的表情 这下小美才发现 自己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冤丢了 她怒了 居然抢我男人 上去对着大妞就是拳打脚踢啊 成功抢回了钥匙 她赶紧给大帅恢复了 然后俩人再一次抱在了一起 却没想到 大妞压根不是省油的灯 她可不愿意放过这道手的鸭子 所以又把钥匙抢了回去 大帅就这样悲惨的 一会儿挨上这个 一会儿挨上那个 真是不忍心说她渣了 因为她只是个工具人实锤了 最终大帅终于顶不住 两个女人对自己的折磨 彻底死寂了 一看大帅这样子 小美和大妞打得更厉害了 看来两人对大帅都不是真爱 此时 一个路人却捡起了地上的钥匙 她也好奇地用了一下 由于大帅此时已经根本经不起折磨了 所以电流一过 钥匙彻底化成了灰烬 这就意味着 大帅爱上最后使用这把锁的人 再也不能变心了 那么路人是谁呢 居然是被大帅痛索拐战的老奶奶 Oh my God 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毕竟爱情不分年龄 地狱 性别 种族 不是吗 好了 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 会点赞评论关注的哦 与咱 咱 江 黑 PD